接下來我們要前進的是馬自達 他現在也 我們以前想馬自達 他的特殊色就是魂洞紅 但他現在還有驚豔魂洞紅 我們來看看這一台RX Vision 其實現場看實車 他還真的那個線條很 我覺得很抓眼睛對不對 對 因為畢竟他是做 這個所謂的超跑概念 的一個概念車 他其實他可以有很多的延伸 因為其實概念車對車廠來講 就是在嘗試各種的試探試水溫 可以這樣講試水溫 他對外的說法 官方說法叫做 這輛車他是這個所謂的 Coldo Design的 應該是說新世代的Coldo Design 然後他的顏色 其實像現在我們市售車上面 看到的驚豔魂洞紅 是從這個世代延伸出來 他的紅色跟當時的魂洞紅 有一點點的差異 那他從這邊延伸出來 那他新世代的Coldo Design 那也是從這個地方 來做一個新的一個嘗試 然後去讓市場去了解 就是說看這個方向 能不能接受 但是非官方說法 我絕對相信他絕對是在做 跑車的準備 打造下一世代的跑車的準備 因為他現在沒有跑車 他現在都是試車 而且你要叫RXVision 很多人就會有遐想 會不會是轉子引擎要再生 等一下我們來討論 我們直接到現場 來看實車囉 如果你這對汽車革技很有興趣的話 馬自達這一台車 你一定要來看看RXVision 應該說車展就算看到它 你也很難很近距離的看它 現在跟著我們的腳步 蘭尼克就過來 我們要把它看個清楚 等一下要開門來看 對 我們這次看到RXVision 我們可以看到紅色跟現場的紅色 現在經驗活動有稍微有一點差異 因為RXVision推出的時候 它是在這個混凍紅的時候的時代 現在進入新的經驗混凍紅的 這個源頭 源頭其實是從RXVision這個顏色 來做一個發源 那我們可以看到 那它另外還有就是說 所謂的水箱護照 水箱護照已經具體應用在 新世代的這個ZX-Fly上面了 那當然它這個跑車的外型 那我們就可以趕快來 帥啊 帥得不得了 線條這樣拉過來 然後你看它的頭身這個地方 對 這些都是 這是勾勒出來的 勾勒出來它就在溝通一個 新世代的Codeo Design的一個委會 接下來讓你興奮的時間 我們現在要把門給打開囉 這個門我們自己還不能開 來 我們來有請一下 要有原廠的技師 他要受過專業訓練 而且就算打開了 我們也不能進去 喔 是遙控的 對 打開了 它有這個握把耶 很漂亮 皮質的 對 因為這個皮質的話其實就是 因為它RXVision的話是概念車嘛 然後它是用跑車的概念車 可是它當然會用這種所謂 你看那種拉餅其實就是輕量化 為了輕量化 輕量化 你說輕量化是不會有電動門的 除了看到握餅它是用駕的 道地的全走日本跑車 對啊 那跑車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Codeo Design 除了外觀之外 其實它內裝也是有包含了 很多Codeo Design的元素 那我們跑車 我們可以看到基本的雙座 然後跑車座椅 然後還有這個所謂的 中間有一個很大一個 把兩個座位隔開 可以表示它未來的概念 有可能是所謂的後輪驅動 就是它中間 然後還可以看到一個 就是說它有所謂的手排變速箱 這也是未來會愈來愈稀有的 而且感覺就是 應該要燙手熱血的那一種 技術排長頭 對 那當然這個是所謂的日本車 所以它今天是先設計在右下 所以也可以知道這個車機 是所謂日本的主導 而不是說美國 有的時候你會看到有美國設計 有的時候是日本的設計 對 然後從車底看過去 它有卡摸 卡摸 卡摸 你會覺得這台車 應該是輕量化做到精緻 對啊 那當然另外我剛剛講的 Codeo Design 還有一個就紅色跟黑色 包含我們今天看到展場 你都只會看到紅色跟黑色的元素 所以主要設計 所以它們視覺上 在未來幾年視覺的傳達 應該還是只有這個方向 對 其實是一個來自未來的車 然後包括它並沒有看到什麼後照鏡 這裡有一個攝影機 攝影機 對 因為在幹電車的話 他們都會先做這一種 後照鏡的話 他們會用這種CCD來取代 鏡頭幫你看 用鏡頭來看 那當然啦 試車車可能以未來 就是根據法規才有可能 萬一它真的要推 因為現在RXVision 並沒有量產的計畫 對 官方說法是這樣子 官方說法 沒知道哪天 不知道 因為這是未來的趨勢 對 真的是滿精采的喔 我相當相當的意外 剛剛我們在看影片的時候 將軍大 你有興趣喔 馬斯達會是你的菜喔 我來破解一個神話 很多人都以為說 好像我不崩子本車 其實不是這樣子 我只要是四輪的 包括嬰兒車我都會欣賞 嬰兒車 又很頂級的嬰兒車 我也很欣賞嬰兒車 能夠讓媽媽神力推的動作 這好車 頂級的嬰兒車推起來又順又滑 然後又安全 那也是安全性速變問題 對啊 沒有錯啊 小孩子在裡面 都是寶 日本車系裡面 其實我個人最欣賞的第一個牌子 其實是馬子達 真的喔 對 其實是馬子達 我知道 因為我之前跟你試過MX5 所以我知道你對它是有好感 那我年輕的時候買 買過你上的車子 我也買過Mazda的車子 買你上的車子的原因是因為它是普國大眾 感覺上反正是消費能力的問題 對 因為我也不是一開始就是那麼神 然後Mazda的車子給人家感覺 它是除了消費能力之外呢 我覺得它比較在日本車裡面有特色 有特色什麼原因呢 因為Mazda的車子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水箱罩 它的水箱罩的這個造型 其實一直以來是傳承它的傳統 相對的這個造型 以前Accord的雅各也有 對不對 大家回想一下 可是雅各不知道到第幾代的同時 它自己 就變了 我覺得它是笨 為什麼 因為這個精神它沒有傳流著 現在變成Mazda拿走 所以看到這個水箱罩的同時 我第一個印象就是它是Mazda 那Mazda在這幾年的變化其實蠻大的 尤其是日本人自己來直營之後 那日本人的工作的精神 那我們就不用話講 那Mazda這幾年的改變其實是有目共睹 之外呢 其實我覺得包括我自己在日本做的時候 我發現到在日本現在的國內市場 Mazda的市場佔油率也越大 那應該是說它比較走向年輕化的車子 講回這台車子 它將來會用什麼引擎 我覺得還是應該是它的所謂的 最傳統的 德哥那是什麼引擎 專制引擎 對 專制引擎 那專制引擎來講稀稀素小 可是馬力可以炸出很大 你看 我們看看市面上 現在台灣還有一些i7 那其實有一次 我記得我在路上 我開路 在高速公路上遇到i7 然後呢 嚇開 連我都很驚訝 真的 我還跟他比讚 會讓我比讚的車子其實沒幾個 真的 你即使開旁邊 從我旁邊經過 我也不會跟你比讚 因為我覺得那邊有什麼了不起 可是我覺得i7 從我旁邊經過 我覺得好了不起 為什麼 因為專制引擎 真是好難維護 你知道嗎 很難維護 對 而且那個人 我看到他 把那車子弄得很漂亮的同時 我覺得 比大拇指 對 那是玩車的精神 所以我開封城 你跟我比讚 我很謝謝你 可是我覺得其實這樣還好 不是我厲害 那個是什麼 那個是小朋友 五個小朋友很厲害 還有原來的車場很厲害 可是我看馬力大經過的同時 那個精神就不一樣 對 我會有種很佩服那個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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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